我很喜歡燒梅那種梅香味 那時候還有很多單車 很少廣告 好像五十年前那樣 我喜歡黑頭髮 不喜歡金頭髮 不喜歡紅頭髮 在北京人人都黑頭髮 人人都好像很漂亮 我整一個了 這個地方適合我 我想留在這裡 但是很可惜 公安踢我出去 你為什麼會踢你上去 因為簽證過了 我問那個公安員 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他說你去香港就可以了 香港啊 是啊 去香港住 你什麼時候都可以回來 初來香港那時候 我的身子只有兩千元在講 幸好我還會講英文 有間補習社請了我教英文 那個人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我是挪威人 但是他什麼都不理 他去找一個修改者 可以幫他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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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呢 我記得我還一個 一個小時四十萬 其實我很喜歡教人講英文 因為我喜歡語言 我日頭教英文 夜晚刻在酒吧做事 然後慢慢慢慢開始有些私家的學生 在北京半年我已經懂少少普通話了 學得這麼快 是因為我不會給別人上課 而是一開始我就跟別人聊天 我怕坐飛機 但我不怕跟別人聊天 如果我們說的事會很簡單 很簡單 但是我剛才跟你說 如果不懂聽 我叫他寫大 然後要查詞 來到香港才知道普通話在香港 還不夠英文流行 沒辦法了 又要重新學過廣東話了 又活活一點 普通話好像類似 廣東話好像男人 打架的語言 廣東話其實一點都不難學 最壞就是香港人 開口埋口都跟你講英文 都不肯講廣東話 其實老實講 廣東話很容易學 為什麼很多香港人 都會覺得廣東話是難學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講普通話的人 很想跟別人聊天 但是香港人不想 我通常一個人講中文 但是他會用英文回答我 那我怎麼可以學 那你用得最多廣東話的時間 是在什麼地方 當然回大陸的時候 不會講英文 所以我很喜歡回大陸 不怕跟你說 01年到現在 我出入大陸超過100次 我經常都回去 今天我就約了幾位深圳的朋友 有一起吃飯 海上面都可以說是白粥這麼多爪 老實講 深圳或者是大陸 吹玉鑽的地方 不過 我喜歡深圳 食物好吃一點 好便宜 我普通香港人一樣 喜歡便宜一點 我想知道深圳 會不會跟四川一樣好吃 因為四川是大陸第一 這個都好多人吃 但我不是人 我是鬼 對 這個靚仔呢 叫做阿彭 阿彭 這個呢 叫做阿青 他是上海人 但是他吃廣東話 然後這個是蒙古人 快滿叫阿阿 在大排檔上面嘛 一種夏天的氣氛嘛 然後無意當中 就是見到一個外國朋友嘛 然後看他們在打牌 拿的是我們中國的牌嘛 吳迪嘛 然後我就過去 然後先看看 然後看好他們又不夠腳了 然後我就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玩 他說OK啊 然後我就過去了嘛 然後又是一個共同愛好 要喝一點啤酒嘛 所以然後就 微音當中 就想死了 可是我還在一見面 他那個表情啊 很熱情那種感覺 說那個 說話都很搞笑的 也很熱那種 我看不錯 帶來深圳 要是給我們打電話 我就請他洗碼 可以吃蒙古餐啦 可以 就是我們蒙古 傳統的一種 娛樂項目 可以帶他去嘗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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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看見廣東話 說得這麼好 會不會很奇怪 如果你在英國住 你會學英文 如果你在法國住 你會學法文 只外國人在這裡住 應該學廣東話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但是我留意到 香港人覺得很特別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喜歡廣東話 講得很清楚 他對我說英文 是好像 他跟我說 喂 你中文講得不好 不過我英文講得很好 我真的覺得 沒有禮貌 雖然香港人 不喜歡跟西人講廣東話 但是 我也不會就這樣算數的 我跟香港人 坐大地啊 玩大話式 難道那時候 你還可以講英文嗎 為什麼你會坐起巴 來教的 因為我覺得 酒吧呢 那個情況 那個環境 是自然的 那些人 有些貓了 喝了酒 會 會 放鬆一些 想跟鬼老 鬼婆 聊天 因為我是鬼 所以 我想那些學生 跟真的 香港人聊天 本地人 溝通 然後呢 如果你 早在那裡聊天 會很悶 因為他們 Liveau 不是幾個嘛 但如果可以坐大些 或者大話式 不用說 不用親密說話 只是 玩 然後說小事 然後玩 這樣 快點學 我想認識香港人朋友 跟我跟他們聊天 因為 在巴 好玩 我喜歡 一路聊天 一路喝東西 其實沒有必要喝嘛 還有 我 學得快點 如果 我 跟 本地人 可以 跟 本地人 說大 我們 可以 聊天 我們可以 溝通